哈囉 大家好 我是部長 Disney Plus星期大戰影集 歐比王在新戰日也就是昨天 釋出了第二支的預告 預告中釋出了哪些訊息 馬上來分析起來 記得可以看昨天上線的奇異博士2的影片 喜歡這個頻道就訂閱起來 不想錯過就小鈴鐺打開 你看一看不想訂閱也沒關係啦 第一幕我們看到西斯審判官 前往黛玉這個星球上尋找絕地武士 這些西斯審判官之前都是接受過絕地武士的訓練的 擁有強力的原力 並且是原力敏感的 是由黑武士組成的團隊 他們是直接對黑武士報告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66命令之後 到宇宙的各個角落去獵殺所有僅存的絕地武士 以及去尋找新的這些原力敏感者 也就是天生可以感應到原力的人 僅存的絕地武士將會被獵殺 而後者就會被納入訓練 洗腦後讓西斯大帝去做運用 有夠恐怖 這個星球待遇是一個充滿罪犯的犯罪城市 整個城市有一種香港的味道 也是類似去走以逆殺手 還有阿基拉這種城市的氣氛 下一個畫面我們看到這些西斯審判官 來到了塔圖鷹 歐比王跟Yoda之所以會想要把陸克天行者 藏在這邊 就是因為他們相信黑武士 是絕對不會回來這個地方 但僅存的絕地武士萬萬沒有想到 帝國軍居然會組成審判官 這種組織來獵殺絕地武士 我們看到畫面中間就是知名的大調查官 在動畫系列複製人戰爭中出登場 接下來我們看到歐比王在塔圖鷹 遠遠默默地在觀察陸克的成長 這邊看起來似乎是跟小安娜基尼一樣 在模擬開賽廷的模樣 但是之後看到陸克在塔圖鷹的父親歐文 過來跟歐比王警告 就是希望歐比王不要打擾陸克的生活 也害怕歐比王未來如果訓練陸克 會讓他成為另外一個黑武士 接下來的畫面就是看到這些西斯審判官 在這次電視劇主要任務就是要找到歐比王 甚至在歐比王頭上開了懸賞金 讓宇宙間所有的賞金獵人 一起來追捕歐比王 這一個賞金獵人就是4LOM 曾經在帝國大反擊中出現的賞金獵人機器人 就在這邊再次登場 這個畫面的疑似是看到達斯摩 這個時期的達斯摩是在領導赤色黎明的犯罪組織 所以為了要賺賞金 可能會想要獵殺歐比王 但是雖然Disney Plus已經否認達斯摩會回歸 但這很有可能就只是同一個種族的角色 就是審判官的基地 判官堡壘 這個在遊戲組織殞落之中有登場 然後我們就看到其中一位審判官 Reva似乎是跟歐比王之間有一些很私人的恩怨 接著我們看到黑武士著裝的畫面 應該是會在電視劇的後段 我們就是看到黑武士本人出面了 要獵殺之前因為有high ground讓他全身燒爛的人歐比王 最後就是接到了歐比王 似乎就是有感應到黑武士的原力 最後就是伴隨著那個呼吸聲 歐比王即將要在5月27號上線 感謝各位收看這次小小的預告分析 奇異博士跟星戰兩個同時上線 大家是不是只看奇異博士 不看星際大戰了呢? 究竟台灣是不是真的是星戰沙漠呢? 喜歡星際大戰的朋友 趕快這影片多刷幾次吧 你們看完歐比王的預告想法是什麼呢? 有什麼我沒有說到想要補充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區補充喔 想要更深入的討論 就歡迎加入我們的LINE社群 以及Discord群組 連結都在下方的資訊欄 我們再在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我是部長 不久